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青年指挥台湾之光张宇安在传奇讯,4月5日与美国五大之一的波士顿交响乐团,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完成签约,将自9月起担任乐团助理指挥一职,于国际乐团在卖一大部,32岁,目前还在德国柏林公读管弦乐指挥的张宇安说, 虽然知道压力可能不小,但还是很兴奋也很期待,从师大音乐系国乐族转身学习戏乐指挥,张宇安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在国际乐团发光,2016年或第七届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指挥大赛首奖,负德求学至今更国乐于欧洲乐团, 张宇安将自6月到8月期间,先于真名的坦格物音乐节Tango Wood祝节9月起新的乐季开始担任乐团助理指挥职,张宇安说, 学校很乐见学生与各大乐团合作演出,而能加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,对他而言是难得的实物经验,从欧洲横跨大西洋到波士顿,张宇安将有更多机会密集的与国际大师合作。 张宇安曾于脸书上这样形容自己与独奏家老婆,我们俩其实都没有什么要吃炸乐团的野心,就是当有演出时尽力交代好美科音符而已,或许就是对于美科音符的诚意打动知名乐团。 当波士顿交响乐团有一个助力指挥职确实,就主动邀请张宇安生与征选,并于四位来自欧美各国的青年指挥中脱颖而出,张宇安又去年底返台与苏达绿阿工作合作音乐会记者林梅学社。